大家好, 中美真伯, 喂, 大家好 這部影片會播放在4月24日, 星期六, 我想下午6時左右 大家好, 世界發生了兩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 我們已經說了很久 俄羅斯決定撤軍 我需要跟大家說說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我看了一些文章, 有一些新的看法 你也知道, 我一直都很想俄羅斯打鬼烏克蘭 打鬼了之後, 同時大陸會打台灣武統 但事實上這件事, 我相信不會發生的 俄羅斯的撤軍來說, 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 短時間內應該不會打仗 世界平安度過了一個很大的危機 為什麼俄羅斯會撤軍呢? 各樣的事情 一會兒再說 第二件事 在4月22日和23日, 在美國時間 是一個很敏感的時間 因為美國搞了一個氣候峰會 同時間來說, 美國的乾弟弟以色列被伊朗報復襲擊 因為伊朗之前是被以色列襲擊的 這次伊朗的襲擊是直接攻擊了以色列的核設施 整個以色列是產生了一個很大的震驚 香港的新聞是不報的 這件事也是影響著 為什麼俄烏退軍是同一件事 但是呢, 總之, 無論如何都好 我們先入正題議 請大家訂閱何志安有仇必記的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和按鈴鐺 也請大家留意會一天的12點和8點有什麼片出 你看到中美爭霸出到第四節 是星期六晚上 因為我星期六晚上又有些活動去做 所以呢, 就是不做政治揭露了 好, 那我們入正題了 首先第一件事呢 這個世界的確是 這個世界的確 較早之前是很緊張的 就是在這個 中美峰會 就是這個中美和其他40個國家 但是沒有普京份 普京是不參與的 那麼呢 究竟是 為什麼會有這個峰會呢 習近平為什麼會參加這個峰會呢 我之前有個節目去解釋 可能那個解釋也不足夠 去表達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呢 就是習近平參加了這個峰會 令到 俄烏的戰爭 直到呢 或者中國和台灣 大陸會不會收回台灣 這個戰爭呢 禁停了 這個是 我認為 我覺得有直接的恩港關係 但是我還沒有講清楚 來龍去文 我現在講的 首先第一件事呢 其實大陸呢 西方呢 其實是吹這個 氣候變暖這件事呢 原來吹了幾十年了 我剛才看了一篇文章 解釋來講 大約1988年左右 戴塞爾夫人呢 英國河邊開始就說 地球變暖 這樣呢 這個呢 會威脅歐洲的 一些在海邊的城市 譬如說 你是河拉 阿姆斯律丹 死的了 是吧 你跟著你海邊很多設施 你這樣北極冰風 哇 融了下來 哇 你發覺就算首都在巴黎 但是 你海邊很多 漁船那些東西 全部會死的了 說到這樣的時候 當然啦 美國又在這裏恐嚇人 說 我美國最重要的城市 在紐約 在華盛頓 都在海邊的 換成是波士頓 輝城就進入 好像就 不在海邊 嘩 嘩 三個最重要的城市 嘩 如果你北極冰川融化 那就浸了 嘩 好大件事 地球呢 是真的變暖的 但是呢 其實原來呢 現在很多科學家都指出 就是說 喂 其實地球呢 曾經呢 是很暖和的 譬如說 舉例 在唐朝的時候呢 這個的 楊貴妃呢 就很想吃荔枝 那麼 估計呢 楊貴妃呢 要吃荔枝 如果在現在的概念去說 喂 那些荔枝要在廣東 真誠掛錄嘛 要送到楊貴妃呢 楊貴妃在長安住的 在現在的西安住 怎麼送到去啊 沒有可能的 這樣 現在的估計呢 就是 唐朝 在 這個 這個 唐元宗的時代 就是這個 成唐的 中期 就是 就是 估計 原來當時呢 唐朝的 溫度呢 是比現在暖很多的 可能呢 其實不是很遠的 可能在長安對落 或者是 在 這個 這個 漢中啊 或者是湖北呢 已經是 可以有荔枝的了 不需要南到那裡廣東 這個 就是 原來氣候呢 有時候冷 有時候暖 是過去幾十萬年的歷史 是很 很平常的事 很平常 所以呢 如果 在一個 cycle 的概念 地球 如果 是 未來會變暖呢 是 不出奇的 未必是因為 人類的碳排放 令到 氣候變暖 但是 氣候變暖呢 帶來一個很大的問題 問題 就是 氣候變暖呢 會令到俄羅斯 可能重新復興 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 因為你北極的冰川 溶完之後 原來發覺呢 在東亞地區 那些船呢 如果經北極呢 去回歐洲呢 那條路程是短了的 就是這樣 所以呢 俄羅斯會有很多兵土呢 會重新變成一些很漂亮的奸地 那整個俄羅斯就立刻 所有軍事上 或者經濟上就會有大復興 軍事上復興那方面 就是俄羅斯那些核潛艇呢 可以在北極如果用完兵呢 就會完全可以走去 加拿大或者美國呢 放核彈 核威嚇你美國 這些呢 其實呢 西方人呢 看到呢 是很... 很不想俄羅斯復興 80年代看到 蘇聯快要壓解了 但是俄羅斯如果 藉著地球變亂而重新復興呢 美國和歐洲 極之不願意整個西方 所以就不斷製造這個氣候變亂的話題 那事實上呢 很多吹噓氣候變亂的人 譬如說現在的克里 現有的 拜登的氣候特使呢 其實就很大勢的 以前的哥兒 2000年總統的候選人 最後輸了 他就慢著拍片 說氣候變亂 原來這傢伙呢 是很大勢的 根本他就不... 他講的東西和他相信的東西是不同的 他做的東西和他相信的東西 和他講的東西完全是兩回事 那就是說 其實他心底裏面 不信氣候變亂 真是這麼大件事的 不過 氣候變亂會令俄羅斯復興呢 就他們極之不情願 曾經蘇聯的時代裏面呢 俄羅斯曾經對猶太人有很多的迫害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蘇聯共產黨的高層呢 最早期呢 是大量猶太人的 所以呢 那些猶太人呢 其實就信不過了 對俄羅斯人來說 所以呢 史太林神經的大清洗 將那些猶太人呢 逐敗出黨 那大清洗了之後呢 猶太人 蘇聯的而且穩定了 的而且安全了 沒有那麼容易呢 被那些猶太人滲透之下呢 直接就... 那你這麼多... 你的猶太人自己互相通的嘛 可能你的猶太人通一下通一下 直接把你整個蘇聯賣掉都不定的嘛 是吧 所以呢 所以呢 史太林就對猶太人清洗了 但是 這件事 猶太人就是很討厭蘇聯 也就是很討厭德國佬 德國佬 德國佬衰了啦 德國佬 希特拉之後 就變成了猶太人下面的一隻狗 但是蘇聯 尤太人還沒能復服到的 所以就不想蘇聯復興 不想俄羅斯復興 這個就是邏輯關鍵 中國呢 現在是全力搞一些新能源的政策 這些新能源的政策呢 其實是幫助把氣候停止變亂的 即是說現在中美之間 如果談得到氣候合作 談得到氣候合作 那基本上大局上面 美國當然是經常搞你中國啦 但是基本上 如果氣候上面 大家共同減少 阻止氣候變暖 阻止俄羅斯復興呢 現在看來拜登和習近平呢 在這方面是合作到的 另一邊啦 其實呢 俄羅斯見到 喂 你中國在氣候變暖上面 不肯站在我那邊 即是說呢 俄羅斯和中國之間呢 其實是有心病的 我說真話而已 俄羅斯呢 不敢呢 隨便打仗 因為打仗呢 對他來說 如果中國對俄羅斯的援助 是爭了D的時候 大家不是真的互相完全相信對方的時候 俄羅斯打烏克蘭是很大的風險 不知道打多久的喔 所以呢 俄羅斯就說 喂 我做到樣子 嚇到你七彩 但最後呢 不打 所以俄羅斯就在烏克蘭設軍了 即是說現在呢 整個西方 你看到俄羅斯 撐你伊朗 伊朗就一個導彈 射到以色列的核設斯 雖然射不中 但是那個震動 是令到呢 以色列很害怕 喂 裡面可能有幾百顆核彈的 可能整個以色列一夜 撲街玩完了 可能全部死光了 如果射中 現在射中隔離 你想一下 這個福島核電的事故 就是大地震 震到核電廠 罵輻射 當然啦 你說有導彈 攻擊以色列的核設斯 即是告訴你 伊朗我知道你在哪裡 我知道你的核設斯在哪裡 你以色列是不是以後這樣玩 這件事絕對震恨整個西方的 這件事絕對震恨整個西方的 原來以色列的核彈放在哪裡 伊朗是知道的 你再搞伊朗 伊朗可以用這個方法還拖 一顆射不夠就射十顆 總有一顆射 你攔截不到的 是不是 這個世界呢 現在是在互相震懾之下 西方又覺得 你無謂逼俄羅斯 逼得這麼緊 俄羅斯直接給你全部情報 伊朗怎樣打以色列的核設斯 那為什麼 大家一起死啊 美國的猶太人 不顧以色列的猶太人 現在 情況就是 因為 俄烏是打不成仗 俄烏是打不成仗 即是告訴你一個情況 北溪2號 北溪2號 應該就會 未來很快就會完成 所有工程 甚至很快就會通氣 可能在7月1號通氣 不知道在哪一天 其實現在只差一點點 北溪2號 那就是說 俄羅斯 都拿到他要的東西 他不用 他和烏克蘭不打仗 不能夠把他的勢力範圍 推到波蘭 或者是羅馬 但是俄羅斯 不打仗可以拿回北溪2號 加深他和歐洲的經濟群綁 這個呢 其實俄羅斯都拿到他要的東西 這個呢 其實美國呢 本來就不想俄羅斯 賣到天然氣給歐洲 因為 俄羅斯是不收美金 是收歐羅的 他會令到呢 美元的market share 縮小 但是沒有了 那因為 你以色列 那個核彈褲被人射 哈哈 這個不讓不行啊 是不是 未來來說 中國呢 原來呢 在這個新能源那邊呢 是越做越好的 有些專家計數來說呢 中國就是我不打仗了 我拖幾年 這四年來 2021到2024年 美國經濟一定崩潰 因為 其實美國想你 中國打你台灣 或者想俄羅斯打烏克蘭 你打完 那就真的有兩個火頭爆了 兩個火頭爆呢 美國是有方法令到 整個亞洲的資金呢 走回美國救命的 跟著呢 歐洲如果是打仗的話 好像南斯拉夫那樣 就是 美國有得你打 我不介入 你收台灣呢 我找些方法 搞到你不能夠閃轉線 打贏 總之就令到你 那些資金就很不安留在亞洲 那些錢就會湧去美國 但是現在場仗打不成了 那美國是不是真的沒有錢 那些資金就不需要走回美國 那美國那怎麼辦呢 沒有錢進袋了 本來你戰亂 美國最安全的錢會湧去美國 現在沒有了這支歌仔唱 那美國怎麼呢 下一步怎麼走呢 我不清楚下一步怎麼走 只是如果現在 中國不打台灣 俄羅斯不打烏克蘭 跟著北溪二號打通 中國繼續修煉它的絕世神功 這是新能源的這種絕招 原來新能源的絕招 如果再發展得好 中國呢 是可以將整個中國 未來幾年呢 就盡量換掉一些 的電能車 那換掉電能車之後呢 那它就會減少很多石油的入口 那中國只是靠 俄羅斯啦 和這個中亞啦 就是說土庫曼的天然氣啊 或者是這個哈薩克的天然氣啊 或者是加 伊朗將會增加石油產能 在陸地運送過去中國呢 中國呢 中國就可以完全不用怕 這一個呢 就是馬六甲危機了 馬六甲你都知道了 很多船 很多遊船都要經過新加坡的嘛 那可道被美軍封鎖很嚴重的嘛 但是如果中國 不打仗 未來幾年呢 可能 它可以做到 將石油的輸入量大過 靠一些風能電能 太陽能 那呢 那條數怎麼算 我不知道 但是呢 現在那些東西是盤板聲地走 如果按現在的趨勢過多幾年呢 中國根本就不怕你美國佬 搞這些的 搞這些的馬六甲危機啊 那些東西都不怕了 所以現在的世界變化很快的 中國可以以靜制度不動呢 拖幾年呢 你美國就會經濟崩潰 美元就變成爛子 那你美元一經濟崩潰的話呢 中國要收台灣呢 十分之容易 所以中國就決定 現在不硬碰 以拖代變 就算你說未來幾年 你說部署中程導彈也好 喂 你當美國的經濟 就是最後了 你世界主要的戰爭沒有發生 烏克蘭不打 台海不打 你美國逼不到資金去美國本土呢 美國始終都是危機的 那我們就等美國爆煲咯 今年不爆就下年咯 是嗎 先說這麼多